Hello! Welcome back to our ABA Music Studio 的炸彈教唱歌 我已經放棄了 你叫我炸彈就好了 講回你這個好像不是教唱歌 這個比較像是看唱歌 這一個禮拜的話 我就去看一下 一些專業的歌手 在台上唱Live的時候 究竟是怎樣 以及我們可以避免出現這樣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好像是聽不到 等一下 我再聽一下 這個 我不會說這個唱得很差 但是它是 走一拍子 它們這種Pro 都是帶它們的Monitor 各個耳機 它的耳機有可能出現一些問題 因為它可能完全聽不到 這個年代的歌手 很多都要走 又要跳 又要什麼的話 現唱 喘氣是很正常 但是你聽到它的聲音 它的控制 一切都做得 OK 沒有問題 你繼續看下去 我先看一下 我先看它 它會有點無趣 它也有點無趣 它有聲音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它有聲音其實沒有什麼不同 沒有什麼不同 甚麼意思 很彈性 看完再看 你看這樣跳 遊戲 其實唱出來沒什麼分別 我覺得 它剛才是有點緊張 但我不會說它是flat flat的意思是拉不上 好像扯不上 你才會接受到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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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會啊啊啊 就不能上去 不過這裡也可能是 它用上去之前 它的花園太開了 它開自上 像是阿 而上 你會有力度 即使是放在它 你的口感小一點 就輕鬆了很多 KT Fairey 什麼來的 我沒聽到 對啦 鎖鎖鎖是有了一點 但flap 還是我覺得 它太緊了 它在這裡拍到pressure 對啦 你再聽的話 你會發現到 第二歌比較放鬆一點 這裡的分別跟 阿里安娜也有點像 它說的異音 我也有聽到 但是它在前面那裡 有一點 它要摸完之後 它再唱 I got the eye of a tiger 它高的那個摸那裡很多 它摸那裡唱 走音的話 這個問題就不在它唱不唱到 這個問題是比較多在它聽 它可能聽不到 很多人笑KT Fairey 它延長唱出來的歌 都不能聽到 但是 如果你特地去選擇 它唱得最差的時候 它就是這麼差的話 我覺得你對它很不公平 我不是我的錯話 我不會批評人 monde 因為我不會批評人們 我不會批評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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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很緊 很緊 他在扯他的chess voice 上來唱那麼高 你這樣上去的話 你當日的狀況不好的話 你會 第一很辛苦 因為你可能不夠力 第二 你一這樣扯上去 你很容易控制不到你的音調 這個就是發生什麼事啊 這樣其實不是一個很明智的選擇 第二 你就看他很放鬆 因為他用對的技巧 OK 繼續 嘩 我要講快一點 我這樣講 我講到什麼時候 我聽他 有時候你想去很放鬆的去推 其實我們上去延場唱歌的時候 是不應該這樣放鬆 就是完全沒有保留的去唱歌 你這樣很容易會推到你很累 這種就是他可能過度的興奮了 然後他推多了 你聽他的聲音是很累的 好看 他真是很快 他還會推到你 好看 他還會推到你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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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 Yuri 我想她唱歌唱了二十多三十年 放過去吧 有時 你跟我說Mari Kiri 不會唱歌 我真的不相信 這首歌是Cristyana的一個很大的朋友 我很喜歡聽他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RD 說真的 剛才我先聽不清楚 哪有FLAG 完全沒有FLAG又沒有AND 可能有些幫人 有時候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一個是GaGaGa 這兩個人的聲音 聽到我都想了 我嘗試一下也很喜歡 有些人覺得我選錯 選錯影片來看 好肯定 他沒有flat 他完全沒有flat flat什麼flat 他... Week這東西的話 我覺得他的麥克風很細聲 你聽聽他的背景音樂 比起他的麥克風很細聲 這個是EQ的問題 這個不是他唱歌的問題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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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你戴耳機聽歌 你戴耳機聽歌的時候 我們就聽得出來 其實一點都沒有 一點分別都沒有 他的聲音就很棒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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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don't know what I'm feeling 他前回 他... 他前回... 他... 這個影片會什麼好看 我...我...之後... 下...下個禮拜假的 這會比較好看 因為我妳未看過 我沒看過 一件事了一件事了 之前的三、四個 Beyonce、Zia、Kristina、Aguilera 他們的最差勁是最差勁的 如果是他們的最差勁的話,他們還是很厲害 比很多現在新一些的歌手上來的 全部是自動調整的都很厲害 現場的表演演出沒有可能是100%完美的 他們已經做到90%或者以上 所以對不起,這是我的錯 我選這個影片有問題 Kristina的歌曲 他拿麥克風的距離又出了一些問題 但這個不代表他唱得差 他的Best Worker 我覺得這種是子彈尼跳骨頭 你學到的東西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請幫我們 給我們的Like 給我們的關注幫我們分享 今晚就到這樣為止 我們每個星期四都會發出一個影片 是說你喜歡的話 關注你下班就可以看到我們 所以這個星期就這樣 拜拜 謝謝